五月广场 我们今天去吃热料资助 新开业的 这个九厅木 热料资助在五月广场一楼 他得先找一下 第一次来 不知道怎么走啊 看到了 自助料理 应该是这家 自动门 看看这个 环境还蛮不错的 咱们坐哪个位置好啊 我看看他家有包房 这个包房 这还有一间包房 这边还有一个V2 行来这 这还挺暖和的 高档的套餐里面的 238套餐里面有这个 我们是中档的 这都是日式的鲜菜 还有纳豆 上面是水果 小点心 都很精致 这也有蜘蛛冰淇淋 还有盐品 港式奶茶 刚才取前菜的时间 然后这个菜都已经上了一些了 海鲜刺针 海鲜刺针 这是我刚才取的小菜 人巨虾 这个是蒲烧鰂鱼 这个是喝松龙海鲜汤的 这是一人一份 是的 瘦心 咱两个小时之间都可以加一碗 然后咱包包的呼椒鲜 咱需要搭菜的 咱用二点就可以 这个呼椒鲜 没有喝 没有喝 我们这个岛没有喝 海螺 够 够 怎么样参加 就我发现了 新海的优位比较大 牛排应该要四个 整体把他们家这个好吃的都点一遍 他家是新开业不久的日料资助 150多就能实现三文鱼 田虾刺身卖鱼无限常吃 更为人性化的是 70岁以上的老人是84元一位 相当于半价了 而且日料该有的菜品 一个都不少 牛舌经过处理后切成薄片 腌制后再煎烤 口感脆嫩 味道非常的丰富 保留原汁原味的盐菊虾 鲜虾上面撒了盐沙 咸香有嚼劲 是日料的必点菜 套餐里所有的海鲜赤身都不限量 三文鱼新鲜软糯 还透了一点鲜甜 日料自助一定要选不限量的赤身 只有这样才能吃到日料的精髓 这个黑黑的像煤炭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原来它叫黑金鸡块 据说鸡块外面裹的黑色的面 有可能是加入了墨鱼汁 也有可能是加了黑竹炭粉 反正是口感脆香 有点像小酥肉的味道 三文鱼不限量 吃的实在太过瘾了 也不知道点了多少盘了 这么点下去 会不会给店家吃黄了呀 生蚝的个头都还可以 每一口都爆鲜 而且口感巨滑嫩 这个半沙拉特别臭 这个皮就点一会儿 这个皮就点一会儿 半熟牛肉 汤汁浓郁 牛肉也很入味儿 肉质新鲜 入口还有甜丝丝的味道 这个要半熟的 就是它不是全熟的 切副罗 吃的太粗糊了 有地瓜 香菇 紫薯 你吃哪个 日料自助理 不仅仅有美味的吃参 热油酥炸也很好吃 用面糊炸的菜 统称为天妇罗 大多裹的是鸡蛋面糊 华糊饱耳脆 再蘸上酱汁 既解腻又增加口感 蘸上这个料汁 还挺酥的 还挺酥的 料汁 肉质细腻的香煎牛仔骨 背道不输牛排 又要了排三平 鸡蛋面糊 这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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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油了 好 肉鱼吃鸡 它家很多的 进口原装饮料 都是不限量自取的 这饮料太好喝了 日式壽司的种类也太多了 就是滚蛋面糊 总是混淆搞不清 这个锥型的就是 手卷壽司 日の当たる坂道を自転車で駆け上がる 君たちに買った約束寄せて行くよ 自然養開 口ずさむ唇を染めて行く 君と出会えた幸せの 君の食物は、食べる 店舗は、なぞ、ご飯を食べて、食べる 私たちは、ご飯を食べて、ご飯を食べてください ご飯を食べて、ご飯を食べて、ご飯を食べてください 吃起来非常的鲜甜香滑 看这个有点甜甜啊 这是什么甜的馅儿啊 像蚝蚝蛋啊 这种蚝蚝蛋 蚝蚝蛋 这还有蚝蛋呢 蚝肉不香 这是蛋饺 尝尝放什么馅儿 鸡蛋皮儿呗里面放馅儿呗 里面什么 肉 里面是肉馅儿 鸡蛋